大家好,我是大力美食哥,天凉了 今天咱们再更新一个特别好喝的排骨汤教程 首先咱们准备这种脊梁骨 葱,姜,八角,少许的牛奶,海带结,玉米,黄豆芽适量 排骨凉水下锅,下入葱姜,中火将水烧开 利用焯水的间隙,咱们将玉米大卸八块 水开焯五分钟 用凉水多冲洗几遍,洗去血沫 还有一点要说一下 这个海带结要提前用水,泡出盐分 起锅热油,下姜片爆香 下入排骨,翻炒一会儿 倒入适量的水,下入葱段,八角 下入玉米,扣上盖子 水开之后至少煮40分钟 40分钟之后下入海带结,豆芽 可以加一点奶,让这个汤汁更浓郁 看起来就非常不错,很有食欲是吧 最小火焖20分钟,出锅即可食用 特别的棒啊 好的,小伙伴们,这个特别香浓,特别有营养,特别有特色的海带排骨汤就做好了 哇,看着有没有食欲 哇,忍不住了,这个汤啊,特别的浓稠感觉 这个汤呢,什么都不放 最后呢,只加一些盐 这个海带结要提鲜啊,这个汤特别鲜 哇,喝下第一口啊,这个勺子真的就不想停了 再来一块,哇,来一块排骨,哇,我的最爱 哇,特别烂火啊 嗯,好吃 吃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啊 哇,好的,小伙伴们,都学会了吗 做法也是很简单啊 但是呢,这个汤却特别的有营养 由于咱们加了海带结 所以呢,汤汁也特别的鲜 好,我是大连美食哥 美食每天更新 今天就到这里,感谢